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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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協會在上個月接到我們社群裡面 跨信局者他們在我們臉書這邊講說 接到內政或委託民間單位的電話民調 說裡面內容大綱 例如說像是 你這樣認真 遇變跟性別者 需不需要栽除器官 然後或是 比如說 遇變跟性別者能不能結婚這類的問題 那剛剛因為我們有把 那個 民調的那個溫卷的 網址剛剛有抄給特別記者 等一下特別記者需要的話 那其實就我們協會立場的話 是 我們是堅決反對把這些事情拿去做民調 因為簡單的說 因為一個跨性別者 他變跟性別與否 或是他所說與否 這個不是別的 應該要決定的事情 其實今天在我們後面的記者會的海報 你的數字他們的生命 今天你的民調數字 後面的結果代表 是每一個跨性別者 在社會生存的壓力 以後 但是我們的 內政部卻花費公堂 在調查這些人 他們的褲子裡面應該裝什麼 性器官 他們應不應該結婚 他們應不應該享有這些 我們所有政府機關 都已經認為是基本人權的問題 那我們的內政部到底是要 是已經脫離了 狀況民國的治理嗎 還是什麼狀況 因為大家都已經這樣講 但是內政部還是一意孤行 認為這個是應該要 社會公司這個應該要討論 這個應該要找部加盟來開會 應該要問過所有人的意見 那我們的聲音在哪裡 問人家說 性別變更 欲變更者 要不要栽足其玩 居然是輕率的動用 每一個納稅人的錢 去雇一個民調公司做民調 就打算來擺平這件事情 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內政部荒謬的寒令 是發生在2008年 他說一指行政命令 就命令那些要領不了 大家身分證來做性別別人的 必須強迫性的待遇 總統府的態度是什麼 總統府在2009年簽署了國際欄公約 簽署一個公約 就是一個正面的表態表 是我們國家要邁向人權 2013年12月9號 衛福部開了一個正式的會議 我本人在現場 衛福部明白地告訴我們 性別的認同是一個基本人權 不應該有醫療的接力 2014年12月23號 立法院也就是最高的民意殿堂 也經過跨性別者的努力 聽到了他們的心聲 知道強迫割除新器官 是一個踐踏人權的行為 所以立法院是用國會的力量通過說 這紙行政命令違憲並且違反兩公約應該廢止 請問國會的命令你內政部是哪一個充? 你可以不聽嗎? 總統府、衛福部、立法院你內政部是怎麼樣? 你是獨立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之外 可以這樣為所欲為到這種地步嗎? 這真的是國家體制混亂的一個 來拿我們人民的錢去做一個無意義的共同 好 剛剛佳俊已經都說了 其實在國際兩公約裡面 對性別認同這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地明確地說 它就是一個基本人權 那一個基本人權為什麼還要被摘除器官 這我就不懂嗎? 那我們的立法院還有我們的這個行政院 其實就是衛福部都已經很明確地承認 它就是一個基本人權 那為什麼同樣在這個行政院之下的一個內政部 他要做這樣的調查 我真的是非常不明白 我第一次在網路看到有人發聲說 哇 好糟糕 內政部在做這種調查 我一看調查的題目真的是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有很多的荒謬話 那這樣的一個荒謬 大家看一下他問的問題 居然是問說可不可以這個如果要變性 身分證人要改變性別的話 你認為該不該摘除性情緩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就要問是不是這個可以靠民意來解決 不可以 基本人權怎麼可以靠民意 就是說我們來決定多數 或者來看一個政策方向 靠民意來解決一個政策方向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衝突的 那我不曉得內政府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調查 那今天內政部不在我覺得非常可惜 一定要去問內政部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 你覺得要調查之後才能夠成為一個政策方向嗎 這是一個氣象球嗎 可是基本人權可以這樣做嗎 這個是我覺得一定要問清楚非常多的 那第二個要講的就是說 當一個性別認同 我可以我想當男孩子 我要裝扮成男孩子 我需要去摘除器官嗎 有很多種不同的一個跨性別 那在這個跨性別裡面我們在說的 它是一個我們說的社會性別 還有一個生理性別 那一定要辦法改成所謂的正確的生理性別 它才能夠改身分證嗎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我們國內去重視 而且不應該是靠一個民意來解決這樣的事情 那今天我特別提出來 我也希望對摘除器官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一件事情 應該由當事人自己決定要不要 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力量來決定說你要改身分證 你就必須要去把你的生殖器官要改變 我覺得這是錯的 那我就先發言到這兒 大家好 我是葉諾伊 所以我本身也是一個男患的跨性別者 也就是說我出生的時候生理性別是男生 可是我希望女生的社會角色在社會上成存 但如同各位所見 我最常生活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女生的樣子 我身邊的人也都可以把我當女生 當然我也是 我上次的我的上次 也不需要出生身邊的手 這都很好 可是 我們的政府 現在 那政府的規定就是 如果我 如果我還要把我的身分證上的那個性別來換成女性 換成女性 身分證號要改成那個開口的話 我必須去做那個所謂的變性手術 也就是摘除人生生殖器官的動作 可是大家今天看我是一個女生的樣子 大家有看到我的生殖器官嗎 並沒有 所以那個完全不是重點 當然 如果今天有一顆鮮丹 我吃下去後 我醒來 我就可以有個完全跟人生女性一樣的身體 那當然好 可是 事實上你有做的東西 變性手術 其實 一個健保不給膚 一個磨內座醫生很少 第三個 整齊外科醫生 他的醫生 他都是神 他做的就是一些外觀上的模擬 把短人癌的 以我而言 如果我要做所謂的男變女的變性手術的話 就是把我人生而生殖器官的皮 的皮膚 陰莖的皮膚 陰朗的皮膚 拿來切割 跟重新做上人類 性外陰的樣子 大一嘴角一嘴陰道 真的就這樣而已 真的就只是一個外觀 外觀上的模擬 沒有什麼實際功能 而且 後遺症很多例 例如尿尿很容易出過 我們有非常多被脫做這樣的手術的姐妹 都遭遭到這樣困難 絕大部分的化性別者 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站出來 被別人知道他是化性別者 全台灣能夠形成的化性別者 我想大概一隻手指就數完 這邊就兩個 那其實可以的話 我也不想現身 可是 沒有辦法 我要生存 我也 我只想要低調的生存 我只希望我的身分證上 我的性別男可以改成女生 身分證上二胎頭 我想要跟各位在座 在座的媒體朋友看幾乎都是女性 我想跟各位一樣 用一個女性的身分 好好的在這個社會上安撐利益 可是我內政部就會想很多 例如 可能我就 我拿著這個女性的身分證 去違非作膽 什麼 什麼 跑進女生 有 憑著這張跑進女生 找找別人 憑著這張跑進女生 他會嚇人什麼的 內政部的想像力非常豐富 在此講 我只是想要跟各位一樣 用 有一個 讓我 符合我的外表 的法律身分 讓我 平平安安的在這個社會上生活 沒有人喜歡打仗 沒有人喜歡吵架 謝謝 我們都已經 能做的 我們能講的 都已經講了 政府計畫已經達成共識了 那我們的內政部 還在一一呼行 實在是 講的難聽也就是太混帳 而且其實我們私底下 也很努力在跟內政部溝通 不管在台北上私底下 我們都很努力釋出 我們民間最大的善意 與內政部溝通 但是內政部很明顯沒有聽進去 還是一一的呼行 我覺得這個實質是非常的不應該 那 我相信如果大家等一下去問內政部 內政部一定說 我們一定要不及民意啊 那 民意就可以決定我們生命了 那 那 民意就可以決定我們生命了 我們看看 我們 我們 製造